大家好,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手动打标机 这款手动打标机可以打印不同材质的名牌 主要打印是信号和日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器头 机器头上方钻的是一个干字旁 干字旁上面包含英文大写A到Z 然后0到9 还有四个简单的符号 那么这个字旁我们有六种规格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配置的 这个字轮钻在上面 我们这个是手拍式的 是手动 往下压 就能打印出我们需要的字符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我们看一下右下方有一个手柄 这个手柄就是半自动领核器的手柄 我们往上推半自动领核器就能操作 往下推我们这个是工作台是可以随意移动 再来看一下这个右边有一个小手柄 这个小手柄是用来调节之间距的手柄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调节 好再来看一下这边有左手边有一个手柄 这个手柄是自举进给的手柄 我们把这个离合器往上推 那么这个自举进给的手柄它就可以工作 往按下去它就可以自动进给自间距 我们打完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的时候 它就可以自动进给 那么往下压的话 这个是工作台随意移动 我们可以找到自己需要打印的范围 我们就可以操作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离合器往上推 再来看一下这个机器头 机器头这里有一个小扳手 这个扳手是用来固定这个滑条的作用 这个滑条是我们打印换行的时候用到的这个滑条 那么换行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字轮是装在机器头上 我们换行的时候必须把这个松开 然后找到需要我们打印的范围 把它锁紧 这个换行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简单的操作一下 我们需要把离合器往下压 工作台移动 标牌放到工作台上面 这个工作台我们最大范围可以打印 一百八成一百三十五的标牌 好我们用这个固定器把这个标牌固定住 这个固定器是我们今年的装力产品 我们找到需要打印的位置 好把离合器往上推 现在我们就可以打印操作功能 打印的时候只要把这个字轮转动 找到自己需要打印的制服就可以打印操作 我们往下压自己进给一下 主要是借着手掌的力按下去 按一下打印一下 好再来打几个竖子 好第一行打好了以后 我们把它换行换到我们需要打印的 盘数 然后工作台移动一下 找到需要固定 在这里 好,我们的操作就完成了 把离合琴往下压 工作台快速移动 拿出我们需要的标签 好,这就是我们打印的效果 很清晰,也很整齐 好,谢谢大家